我先說感謝我爸媽 其實他們我剛開始在高中的時候就很想走這條路 那我跟我爸爸提過 他說你絕對不要走這條路 然後他就算是預備一條路給我走 對就是他有生意 那後來 希望你不要走唱歌這條路 結果到大四這一年我才進入烏冰棒堂 而且剛進來的時候他們都不知道 我第一次淘汰賽的時候是把門關起來 然後自己躲在裡面被練唱 所以完全不敢讓他們知道 他被知道之後會被那個 對 那就是沒想到一個月過後他們反而就是很支持我 對 因為看到有表現 對 所以 所以好好謝謝爸爸媽媽 對還有學校同學 他們也是作業都幫我 有cover 對 然後 也要感謝所有工作人員 他們真的很辛苦 還有 還有 Andy哥 好不好 對 老實講 因為從一開始我也覺得他是一個 很悶騷的 很悶的人 所以在剛開始錄影當下 我常常就會覺得 因為其實弟弟們很多人我都會講過 不管是我們在遊覽車上去見面會 然後所有的這個過程 只要我有碰到面 我會很主動 跟每一個弟弟們打招呼講話 主要希望在節目錄影當下 都是大家是開心的 所以小鈺的部分 我覺得 我有跟他說過 我有跟他聊過 那 我覺得他是有才華的小孩 那我覺得 他又會唱歌 又會彈吉他 然後他也可以有很多好的表現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 有一次弟弟們在拱他跳舞 可是我那個時候心裡的OS是 他絕對不會出來 因為如果是我 我不會 對 可能我們兩個個性還蠻像 可是 我覺得 帥哥嘛 為什麼要出來 搞醜 對對對 所以 我就覺得 沒想到他出來了 居然可以扭動 讓全場大笑 然後 所有的氣氛都被他炒熱了 我覺得 那就是一個藝人的特質 謝謝 恭喜你那小鈺 你自己發生的夢想更進一步了 希望你會一直堅持下去 繼續充實自己的常駐 千萬不要放棄 因為有才華的人是不會寂寞的 接下來 還有兩位 還有兩位 這兩位呢 真的 剛剛在錄影之前 都不知道 才做出決定 才做出決定 真的是非常讓人震驚 所以現在堂主 要來公佈 堂主自己本身公佈 我可以給你公佈嗎 那你偷偷跟我講 我不想 好啦 沒有這種東西 他們都是我沒擔當 好不好 我本人公佈 好 到底是 心事肥大跟心肌整測 我都拿掉他們了 馬上來公佈 這第五位男孩 的得主 就是 到底這位陸女賢財決定的入選者 會是誰呢 而超男決定的六個人名單 剩下兩個名額了 到底是誰可以入選呢 好 你怎麼會這樣 衰臉 大家好 我叫廖憶 身高175公分 體重68公斤 我的興趣是 看王健民打球 而他專長是 可以舌頭腿填到鼻子 威廉雖然進入方法 老才一個多遠 但他迷人的笑容 還有他標準的身材 才會偶像 絕對是沒問題了 不過重點的是 他有一股憨厚的個性 還有不驕傲的表現 對一位由偶像般外星人來說 才是更難得可貴的唷 基本上我們先訓練自己的TEMPO 這是我的TEMPO TEMPO 這是我的TEMPO 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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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點 威廉你是不是傻眼 你是不是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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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正VPOWER 表演正VPOWER 表演正一張 耶 恭喜 謝謝 也是要的 那因為呢 剛剛太臨時決定了 這座單位甚至沒有做你的那個 大油罩 所以 好不好 就是形式上的那個 我們全場的人先給所有現在還在做人掌聲鼓勵一下 因為我覺得大家做到現在還沒有奪門而出 是一種非常好的抗壓性 真的 因為我上面這個年紀我已經什麼都不管了 那個就直接衝出去算了 其實我要跟大家說就在最後的兩位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難決定 但是我們是把 接上來這六位的目標 第一階段是放在VPOWER的演唱會上 他們會出現 那更遠大的目標 階段性的 要去拔那個錦旗式 出唱片 所以我們會有整體的一些考量 我覺得威廉雖然是 公期 而且他才待了一個月 對不對 但是我從 威廉 開始要開始新生入選的時候 就是這個笑容 就是這個笑容 還有我覺得威廉一直很認真 他第一種很比較內斂的方式在學習 跟適應所有的事情 而且他 非常不會裝 我覺得不會裝 他不會裝懂 然後也不會裝聰明 不會就是不會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很多藝人都是從不會到會 然後一點一點的累積 但是他必須要非常 有一個很強的認知是 我是不會的 他才能夠學會東西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 對未來這條非常艱難的路來說 威廉 有非常大的抗壓性 很成長性 所以我們選擇 然後 到這裡 就是一個無上的榮耀 對 然後 我覺得 我真的就 只是比其他 一般人 或者是弟弟們 就是 比較幸運一點 對 然後 真的很多很多 不會的地方 對 不管是什麼東西 什麼tempo 什麼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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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話也有tempo 來跟上孩子 對 然後 我就真的很想 把他們全部都做好 然後 謝謝你 我會一直成為你的驕傲 好笑 你太笑了 對啊 他根本就說 我現在要去台詞 你來這一招 睡過嗎 沒有啦 完全發自那些 我覺得 這是威廉一個 另外一個強項 我覺得其實當一個藝人 除了表演之外 還有你的談吐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個會發揮在 你跟媒體 你跟你的歌迷之間 那個很微妙的互動 嗯 那是感受得到的 希望威廉會一直保持下去 好 恭喜 加油威廉 暫時跟我們這 好不好 弟弟們要贊成一線啦 互選的 威廉要繼續加油啦 向君一傑所長的 你是因為不會裝懂 而且實在又內斂的人 如果以後在學習新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維持這樣的態度喔 而你要更自立自強 成為妹妹永遠的驕傲 恭喜在最後關頭出現 幾乎六人名單 後後這一位 男孩 也是我說嗎 對 你沒有要幫我分那裡 好 那對我就找了 第六位 男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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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最後一位陸選者 會議是誰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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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維 是 是 是 阿維 喔 還是說這次是凹酒的師傅那類的 凹酒的師傅那類的 凹酒的師傅 凹酒的師傅 我是凹酒的師傅 唉唷 就是這個歷任驚豔的舞蹈 以及陶愛賽娜全場交演的表演 讓大家一點都不能小看咱們的阿維啦 他是絕對有資格成為包包堂 六人名單之一的人喔 恭喜阿維 哇 阿維 阿維你一想都想不到 阿維 有有有啦 這個 阿維 你是阿維回神 來來頒發我們這個 音樂部分很像會表演證 以及 治國一炮